国内新增两例医护人员确诊 就怕过去医护人员被排挤的案件再次上演 前民进党立委林景医师今天也在脸书发文 要大家不用害怕身边的医疗人员 直言这回不是什么爆发群聚感染 不用恐慌 这也是为什么维持第一线的检疫能量至关重要 不要整天乱炒给防疫添乱 而总统蔡英文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相继发文力挺要大家团结防疫 就在国内新增医护人员确诊案例之后 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发文喊出三个一定 一定不要惊慌 一定要支持医护人员 一定要落实防疫 把自己照顾好 就是团结当医护人员后盾的最好方式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贴文 团结才能守住台湾 总统阁魁接连喊话 毕竟现阶段落实防疫不可或缺 前立委林静怡医师也站出来力挺医护 不需要恐慌 其实真的就是不需要恐慌 不断重复不要恐慌这几个字 就是要大家真的不用害怕生命的医护人员 上一次出现院内感染时 陆续发生有医护人员遭到排挤 还传出外送人拒绝送餐到医院的事件 现在只判类似案件 别再上演 800多例的不论境外或本土感染者 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一例院内感染 我是认为院内相关的医疗人员在第一线 他们处理的非常好 林静怡也在脸书发文列出六点 开头直接点名这一回不是爆发群聚感染 而是能明确定义这是院内感染 这也是为什么维持第一线的检疫能量至关重要 更要大家不要整天乱潮 给防疫添乱 你不太可能跟某一个感染者 曾经一起出现在某个卖场 你就被感染 除非你是坐在那个感染者的对面 跟他一起吃饭 而且聊天聊了非常久 而且你们都没有戴口罩 直说民众能维持正常生活 毕竟第一线医护人员 把关民众健康的同时 也得承受极大压力 只怕民众别再贴标签 而现在医护站在统一阵线 正春五香三 台北报道